杨奎与黄明台湾 由蔡英文副论高级本省人的起源 2015年6月27日苹果日报评论洪子瑜与蔡杰生谈到蔡英文副蔡杰生 在日治时代被日本人送到满洲国学习维修飞机 台湾是被中国割让给日本的 台湾人成为黄明没有选择 现在80岁以上的台湾欧吉桑 谁说不出几句日语 谁家里没有一段当年与日本保证的故事 以黄明话来攻击候选人的父亲 其实是违逆一般台湾家庭的日常生活经验 其实大家也没有以黄明话来攻击候选人的父亲 像我就写过蔡英文父亲是日本黄明还是汉奸争议 该文谈到 台湾人成为日本黄明可以被批评吗 固然有人说要当日本黄明不容易 要先成为三脚仔才有机会成为日本黄明 但我认为 以为歌台已限台湾制任人宰割的地步 不能因此强烈责怪三脚仔想当日本黄明的意愿 李登辉说他22岁以前是日本人 此奇异也 但苹果日报已会说日语与黄明话相提并论 这才是违逆一般台湾家庭的日常生活经验 以下就来看台湾媒体如何无耻的说谎 1932年间 有一台湾人写了一篇小说 故事中提到他父亲听到日本因XX食堂公司 要开办农场收买土地而难过 在某次集会中 日本人说不同意卖地就是阴谋 共谋 仅不补老爷更说不卖地就是 有阴谋对于这种非国民 国是绝不宽恕的 翻译的人是主任教员陈迅导与林巡查 都把阴谋共谋 非国民念得非常大声 由于想到于清风 林少茂的下场 大家都极恐惧 后来村长要大家拿出图章来卖地 作者父亲虽身为保证却不愿意 日本警察痛骂脱去这个支那珠 并痛打一番 约60天后 死了 这小说反映出日本占领台湾时的情况 说起此作家 其孙女系大学教授杨翠 其外曾孙就是太阳花学运领袖魏杨 知道他是谁了吗 鼎鼎大名的台湾作家杨奎是也 此小说名宋报夫 原名新闻佩达夫 杨奎父亲就是日本保证 但说他日本皇民 我看他会再气死一次 如果杨奎父亲是日本皇民 他会被日本警察打到重伤而死吗 杨奎哥哥后来当了巡察并逼迫村人 其母与他断绝关系 杨奎弟弟跟妹妹陆续死了 其母把最小弟弟托给叔父照顾后上吊自杀 其遗书说 我所期望的唯一的儿子 我在活下去非常痛苦 而且对你不好 因为我底身体死了一半 我唯一的愿望是希望你成功 能够替像我们一样苦的村子里人们出力 村子里的人们底悲惨 说不尽 你去东京以后跳到村子旁边的池子里淹死的哟 八个 像阿天淑 是带了阿天婶和三个小儿一道跳下去淹死的 所以 觉得能够拯救村子里人们的时候才回来吧 没有自信以前 绝不要回来 如果杨奎母亲是日本皇民 她还会以其儿子之意当巡察为耻吗 她还会自杀吗 日本于1936年9月在台湾推行皇民化运动后 成为皇民的台湾人要改成了日本的姓名 家门口会挂牌子国语之家优先配给粮食 米油和衣服儿女可以去念小学 而非皇民的小朋友念的是公学 参军的人家宅会贴上荣誉之家 杨奎父母因日本人而死 他回台湾后有成为皇民吗 皇民化运动后 台湾文坛一被波及 除了有被要求带笔尖上前线的宣传队伍外 台湾文人被迫加入皇民文学的阵容也是无可责难之举 然当时台湾文人普遍加入文学奉公会时 他不但为加入也以发表反映社会现实的小说为主 其著作更是时常背禁 杨奎根本没有成为皇民 与1895年集引日军入台北的孤显荣相比 故以台湾人身份当到日本贵族院议员杨奎呢 杨奎在1982年5月7日 应邀制服大草原文学社讲故事 谈到日本人如何屠杀台湾人 日军镇压过后传说很多 有的说日军看到有人就抓 不管参加不参加都把村民关在庙里 有的说日军破着村民挖个大坑 把农民们猛眼排队 一个个砍头踢下去制造万人坑 如此就地被虐杀的不算 被串在一起送到临时法院的也有几千人 被判死刑的就有六百多人 我的兄长杨大松也被抓去当军夫 替他们搬运军火粮食 回来之后也证实了这些事情 后来我到台南读中学 仍念念不忘小时候目读 以及听到的这次事件 那个时候我的读书欲很盛 没有空就逛古书店 也常到图书馆去找书看 再偶然的机会 买到一本日人写的台湾匪志 回家一看 写的都是这类事件有十多次 教把年事件也列在其中 对我们而言 教把年事件是对抗日本迫害的民族运动 参加的都是民族劣势 而日本人竟把他们当作匪徒 其后又得惜 日本中央政府曾发布了所谓六三法案 授权台湾殖民当局任意立法匪徒刑罚令 得依法把抗日同胞处以极刑 因此我才理解到有些历史之不可靠 有些法律之不公道真是弱肉强食 被屠杀的台湾人会是黄明吗 杨奎说我这一辈子 除了抗日实践运动之外 也写过几篇小说和剧本 好坏我不敢讲 但都是走这条路线的 他谈到中学时代 同学在念一首英文 台语 日语连城的打游诗 Country King Policeman 草地皇帝是警察 腰配油抽汪汪汪 台湾人不是把日本警察当四脚仔的狗吗 杨奎死了 他的过去已不被重视 台湾历史随着仇中反中的腐败 媒体恶意书写 当然 我们知道蔡英文父亲蔡杰生 应当了黄明而发达 现在蔡英文身家也不知有几亿 这些台湾黄明正是台湾高级本省人的起源 但媒体把你们以当黄明为荣的父祖 用一般台湾家庭的日常生活经验来说明 未免是严重侮辱以杨奎为代表的台湾人 杨奎说 我小时候就喜欢到镇上妈祖宫去听一位老先生讲古 到我认得几个字之后 就喜欢看小说 因此 我决心要做一个小说作者 把这些被歪曲了的历史纠正过来 这些被歪曲了的历史在他死后又被歪曲 可说是台湾的悲哀 其实要不要当黄明或是否以当黄明为荣 都是你们个人的事 我一贯的思想还是认为 当黄明不可被责难 某些台湾人是否参与日本对亚洲的大屠杀 才是该被认真讨论的台湾历史 Blackjack 2015年7月2日 Link 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孩子 杨奎自述 美军为什么要轰炸台湾 那些台湾